Hello 大家好 我是Koala 歡迎收看Koala TV 今集我會帶大家一起去南九州的宮崎 去塔比洛人氣最高的餐廳吃宮崎牛 去青島看看超自名象 去日南看看復活島石像 最後會帶大家看櫻花 如果大家都打算去九州的話 就一定要看到最後啦 我們今天下午才由洪本出發 去到宮崎其實已經晚上了 我們今晚這一餐來到 塔比洛人氣很高的一間 專門吃宮崎牛燒肉的 叫做杏家園 來到宮崎當然要吃宮崎牛 因為宮崎牛是燒牛肉來說 算是比較定級的一個民族 我們來到這一間就叫做杏家園 也就是這個宮崎的一間很出名的燒肉店 我們看到其實整個裝修都很日式 真的很本土日式的店 我看到他拿了很多獎 或者很多名人都來購物 所以我相信這間店應該都不錯 我們就點了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是八千元五百多元 大概二百多元一個人 他說是兩至三百元OK的 我們一會兒就看看這個套餐 是不是好像一幅圖 就是很多東西吃的 這間餐的份量真的不簡單 宮崎牛果然名不虛傳 牛肉和脂肪的比例非常平均 而且吃完是滿滿牛油的香味 喜歡吃和牛的朋友來到宮崎 一定要試試宮崎牛的燒肉 好了 轉眼間來到第二天早上 這個是酒店提供的早餐 很豐富 因為今天的行程都頗為緊湊 相信應該沒什麼吃飯的時間 我們今天第一站來到青島 由宮崎市中心開車來到這裡 大概30分鐘 有沒有發覺說話 和嘴型好像不太一樣呢 當然是 因為這裡超大風 而我又忘了帶回咪的防風套 結果就弄成這樣 無論如何 來到這裡的重點 不是說有多大風 而是想看看前面的超自然現象 這也是我們今次來青島的主要目的 在講解之前 想提醒大家 這裡其實是一個免費停車場 你會發現開車的沿途 會看到很多收費停車場 好像想向你招手 當然有免費的 當然是用免費的 我們今次來青島 不是青島啤酒的青島 而是位於宮崎東南部和海岸附近的小沙洲 而我剛才提到的超自然現象是什麼 現在就馬上帶大家看看 就是這裡 鬼之洗衣板 為什麼這個叫鬼之洗衣板 鬼之什麼 為什麼這裡會變成這樣呢 就是因為沉織岩 受到長時間的海浪侵蝕 就變成像洗衣板 看到有個年輕人在岩石上跑 其實也挺危險的 畢竟潮漲的時候 海水也有機會會蓋過岩石 所以觀眾千萬不要有樣學樣 前往青島需要經過這條離生橋 我們拍攝當日是極度大風 你看前面幾個女生多狼狽 我們過了這條離生橋之後 就正式來到青島小沙洲 但你會看到前面有些小攤檔 他們真的很聰明 將攤檔設置在樹蔭附近 不用怕被強風吹掉了 向前走多幾步就會見到一個鳥居 很快就會去到一個地方叫青島神社 我自己沒什麼去神社的習慣 所以簡單拍片給大家看看 就算了 我們現在又轉場來到這個叫山馬西日南 這個位置就在青島再開車 約3.5個小時 參觀這裡其實是需要買門票的 成人800日圓 小童就350日圓 而且免費停車場 究竟我們來這裡做什麼呢? 其實我們主要是為了這些魔崖石像而來 他們是不是很像復活島的石像呢? 沒錯了 他們的確是來自復活島的魔崖石像 為什麼這裡又會有復活島的石像這麼有趣呢? 話說在1960年智利發生了大地震 當時有很多磚的魔崖石像都談到損毀 而去到1988年日本人就派了人去到智利協助復收的工作 成功復收了15磚石像 而去到1992年復活島的長老為了報答日本 就特別授權給日本人去複製這些石像 所以就放了7磚這些魔崖石像在這裡 他們之所以背向大海 是因為他們剛剛面對著復活島 上面其中7磚向著海的魔崖石像 相傳只要摸一下這些石像 就會帶來不同的好運 每一磚石像都有不同的意思 由左至右數起 事業運 健康運 戀愛運 整體運 結婚運 財運 學業運 我們一場來到 當然每磚石像都要摸一下 不過摸完大家記得要洗手 讓我拍一張跳起的照片 先看看 除了這幾磚石像之外 這裡還有幾個圓區 不過因為我們要回到六二島 所以唯有提早離開 我們現在由剛才日南駕駛前往六二島 無緣無故開車 突然發現前面有櫻花 嘩 你看這裡有多櫻花 全部都是櫻花 相信這些櫻花是特地種的 想不到我們來這裡的時候 是二月初 都這麼早可以看到櫻花 我們剛才在日南駕駛 然後沿途我也不知道去到哪 但是剛剛看櫻花的位置 就是這裡 其實我們駕駛沿途 看到很多櫻花 不過剛好這裡有免費的停車場 我們就去拍下車 慢慢去欣賞櫻花 不要開玩笑 這裡簡直是櫻花放題 又沒人看 又很舒服 我差點忘記了 我趕著回去六二島 我們那晚吃了壽司狼 其實我另外拍了一條影片 如果大家還未看的話 可以按右上的Ise 看看 最後給大家看看 我去了一間極少人的Sukia 我們就買了兩個牛肉飯做個早餐 老實說份量也不少 現在回想起也很想吃 這條影片來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LIKE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記得訂閱我這條頻道 以及分享這條影片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會喜歡的 wir 我們下條影片 我會看到